全球有9000万公吨的玉米贸易数量 那美国就占了50% 所以只要美国一发生干旱 造成玉米的减产 那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就会受影响 基本上影响量价就是有汽油因素 那生殖能源跟原油价格的因素 再来就是我们整个人口结构的这个因素 大爱二台今晚十点今夜说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